哎呀 笑笑太棒了 这第一次参加正式 这是小秋大爱 你哥打了三年 妈 我看这还写得在呢 对呀 七岁笑笑获得职业生涯首冠 却被质疑靠妈妈王楠和富豪老爸郭斌 全网都在晒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大富豪郭斌却在晒女儿笑笑人生中的第一块奖牌和第一张奖状不禁感慨 可爱的郭一家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智慧的王楠太会教育女儿 该说不说 笑笑这孩子真不得了 这么小就这么厉害 自己肯吃苦 家人又支持 关键是有这么好的资源 笑笑却从来没把自己的资源挂在嘴上 而是能吃苦不娇气 笑笑妈妈是世界冠军王楠 今年45岁 笑笑爸爸郭斌是房地产富商 今年53岁 可以说笑笑是真正的含金钥匙出生 有公主命却没公主病 笑笑将来必成大器 笑笑大名叫郭一家 是王楠38岁高龄所生 从小爱打乒乓球的他 这一次首次拿到了职业生涯的同龄女子组冠军 混双也拿了亚军 相信经过此战 郭一家小朋友无论是从心理还是比赛经验上 都将是一个飞跃 未来的目标应该是进入国拼 但是还是有不少网友质疑比赛有内幕 质疑笑笑靠资源 网友直言 比赛就是你们加班的 然后再给自己家女儿颁奖 妈妈是乒乓球大满贯 爸爸是大富豪 这样的比赛公平吗 说实话 人和人起点就是不一样 很难有绝对的公平 笑笑这个年纪 本应该每个星期都是牵着妈妈爸爸的手 逛街玩游戏 可笑笑却选择了在国球社刻苦练球 这就很不容易了 还有一些网友建议 郭斌应该带货 把挣的钱以笑笑的名誉成立个乒乓球基金会 把钱捐给那些笑笑 说实话 这话有点可笑了 光是笑笑家的豪宅都够别人奋斗十辈子了 必须要点赞王楠 叫门出虎子 王楠本身就是世界冠军 但他教育友方 又为中国队培养出新一代冠军 笑笑小小年龄不怕吃苦 这些都是受妈妈的影响 说实话 笑笑如此优越的家庭条件 但是却看不到一点公主病 站在背后的王楠确实让人佩服 而且郭斌和王楠都很接地气 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派头 这就很棒了 53岁郭斌不愧是人生赢家 娶到了世界冠军当老婆 女儿还如此励志 这才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果然 一个好老婆能影响三代人 是